凤林警分局辖内的万荣乡万荣村居民大多为泰鲁阁族 为了守护部落不受疫情影响 邀请万荣村长及代表部落主席 以泰鲁阁母语的方式向族人喊话 因疫情请大家确实佩戴口罩、勤洗手 少出门避免群聚聊天 而且一切的餐点必须外带使用 凤林警分局为了加强辖内万荣乡 泰鲁阁族人守护部落族人不受新冠疫情的影响 邀请了万荣村长以及代表部落主席 轮流以泰鲁阁族语的宣导方式向部落族人喊话 因应疫情请大家确实佩戴口罩 勤洗手少出门 避免群聚聊天以及餐宁 一律外带禁止内用的防疫措施 凤林分局长林坤达表示 疫情尚未趋缓 所有人外出必须全程佩戴口罩 停止室内五人以上 室外十人以上的聚会 没事不要出门 减少染疫的风险 并且也呼吁民众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不定时量测体温 若体温超过37.5度 为了自己与他人的健康 应尽速拨打1922防疫专线 切勿隐瞒 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记者林杰万荣香采访报道